真的是整个东亚地区 从北到南 北到渤海湾 南到南海 这边都在进行军事演习 轻松讲是热闹 严肃讲是兵凶战危 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 美方会出动 EP31的电针机 在这边绕行六个小时 到底是要征搜些什么呢 因为中共也在 整个台海地区在进行演习 那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核舰艇 核潜艇 定委员的了解 这个电针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中共有可能派出 什么样的舰艇 可能往这个方向吗 所以美军要做这样的 一种电针的行为吗 那现在这种所谓的慢速机 在那边滞空时间长 一方面把台湾的西南的 所谓的应变空域 那是我们的ADIZ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在那个区块 不能让共军习以为常 把它变成他们的 他们可以经常去那边操演 二方面有人预测未来共军 可能要把南海的ADIZ 划到那里 那事实上建议共军 划南海的ADIZ的 智囊之一 有一个叫做吴思淮 他在凤凰卫斯建议说 你就是要把南海的 这个防空识别区 把它划上去 那隔三打扭 大家有兴趣回去找那一段 但中共一直不敢在南海 划防空识别区 那影响太多国家 你一下会激怒越南 印度 不是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跟台湾 但是最近他一直把我们的 西南区这样操的话 对我们的应变有影响 对重线 也就是台湾海峡 往南走到南海 这牵扯到东北亚的石油 各方面的重要的运补线 也横向的话 刚好就是共军 特别他的潜舰部队 你看那个地图就知道 从前海的区域 平均深度120米左右的 要进入到深海区 那里进到巴士海峡 共军的核潜舰 就到了第二岛链 那他就 那都平均1000米到800米深 那潜舰大概 喜欢在400到600米 那你就很难侦测它 那对亚洲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 威胁增大以外 也直接威胁到 美国的西岸 所以这边是一个关键区域 那是一个战略要地 所以是一个热区 所以113在那边绕 跟我们去那边寻意 跟共军在争夺这块区域 是有个共同的想法 所以美军派出的军机 在那边绕 我看那个架次 大概要用摆坐单位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刚才清皇列了很多演习 那边还有很多 共军今年公布了很多演习 但是它的影像很少 那事实上 我常讲一句话 有国家的地方 就会养军队 养军队的地方 就会有实弹操演 我们台湾如果把我们营集 就是营以上的实弹操演 我们也像中国这样的 开记者会 对外宣告的话 你也会觉得台湾 怎么天天在实弹操演 那共军现在公布的操演 很多缩在他们的内湾 缩在他的内陆 缩在他的内海 他到底是一个跨军团 跨军种的操演 还是只是营集团集单位的 年度操演 有的是 有的不是 所以而且 你说虚虚实实 他有可能是个小演练 然后把它扩大成一个大演习 你看他最近那个 雷州半岛那里 他那个操演的范围 其实就10公里 那到底是什么阶级 可是他对外公布的影像 又有什么 那个无人庭 爆破什么的 跟他无关你知道吗 就是他公布的影像 是前年以前的影像 跟他现在公布要演训的科目 是不相干的 所以他里面有 实质他要演训的内容 也有外宣恐吓周边国家的内容 如果他真正要操演的话 他应该到东海 那东海就碰到美军了 反而美军 如果你了解美军的习惯 美军是这样子 上面有指示要做什么军事动作 他一定会把各种状况都操演完 我准备好了 打不打 三军统帅的事 所以美军从2020捍卫太平洋 阿刘森跟伯留 这个英勇之盾在关岛 到我们最近一直常常提到的 King Sword 那个瑞丽之舰 是在10月26号 是从日本本岛往冲绳走 大概动员会5万多的军人 他那些科目 如果你拼凑起来 会拼凑出一个行动 夺岛或反夺岛 遥攻军舰 而且指向的是中国军舰 他都操演完了 连最后一次在10月7号 雷根号操演就是 我被攻击了 我有大量伤亡的时候 怎么救助 他都操演完了 但会不会动手 统帅下令 不见得会也不见得不会 但至少他把所有动作准备完了 可是共军 你拼不出一个图来 那共军本来在2020 就是他三阶段建军的 第一阶段验收期 本来操演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常常 我已经讲到变成常常讲了 对中共解放军的实力 我们不能小看他 但是也不要被他吹牛的部分 吓坏自己 吓到了 更不要小看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军 我们的部队素质比他好 那我也问你怎么看 就是因为美军的基建动作 其实很多 那如果再按照现在美国 国内他们CIS所做的 这个一份民调显示说 美国民众愿意承担风险 捍卫台湾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是 大概一般民众跟这个意见领袖 一般民众呈现出 6.69到6.8 6.9之类的分数 也就是说略低于日韩 但是意见领袖是会比较高 这是对于以后美国的 不管是这个谁当总统 制定这个对台海的一些政策 是不是有一个参考指标 其实这个民调 葛来仪讲得很清楚 葛来仪是 CIS的智库 不是偏向共和党的 我只能这样讲 我不讲他是属于哪一党 他不是偏向共和党的 那他这个民调 其实葛来仪做的诠释最精准 那我先Bug一点点 刚才讲那个贝瑞号 经过台湾海峡十次 事实上美军在台湾海峡 或者南海东海 做的事情就一件事情 这里叫国际海域 不是你中共的内海 那这件事情对台湾做不重要 当然重要 这里维持国际海域的话 对我们的安全 对我们的经济繁荣 是一个基础 也因为这个基础 我们今年的桥外投资 没有跑掉 我们的股市外资没有跑掉 我们的不动产没有跑掉 因为资金有信心 资金最敏感 资金如果觉得这边危险 他会早三个月就跑光光了 所以维持他叫做维持印太开放自由航行 那名字很长 其实他基本的定义就是 这里是国际海域 不是你中国的内海 而这个事情就是让台湾的安全 建构在国际架构上 这是对我们跟我们后代子孙 重要的事情 那有的人说不要这样子 将会进入中国 我们应该跟中国好一点 那个叫走向内政 走向内海 好不好 看香港就知道 那回到这个CSIS的民调 我quoting我引述他的这个葛来毅的话 葛来毅说一年多前 另外一个民教机构做的 只有35%的美国人 认为应该为台湾动武 一年以前而已 去年很低 今年几乎是成长一倍 那今年呢 他得到数字 葛来毅的讲法是 认为应该为台湾出兵的人数 跟美国的邦交国几乎相等 他是用这样看的 就是在一年前 认为台湾跟我们没有邦交 我们不应该为他冒这个险 可是今年跟澳洲跟日本 同样是属于美国的邦交国 相比台湾得到的支持度差别不大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这一年经过了武汉肺炎 肺炎让台湾被能见度提高 大家开始知道 泰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台湾是一个民主 而且进步值得尊敬的国家 这个成长了 第二个 因为了解 你如果看到台湾的这个战略位置 失去台湾 我坦白讲 比失去日本影响更大 你失去台湾之后 成为中共控制的实质范围 你的关岛根本没有众生 菲律宾海西太平洋 就变成兵家避足之地 所以对美国国家利益非常重要 而这个认知 意见领袖看得更清楚 所以意见领袖分数达到7分多 第三个因素是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对中国的敌意 其实他那个民调里面还有做欧洲 世界各国的领袖 世界各国的民主国家的意见领袖 都认为各国应该合作 来压制对抗中共的外扩 这个是国际 这个叫国际观 也是国际也许不看台湾 国际上认为中共的扩张主义 跟中共用锐实力去影响世界各国 还有间谍行为 这个是一个危机 所以德国法国大家都变了 变了之后呢 各国的意见领袖认为 我们应该携手来压制 中国这个扩张主义 因为这个就会反射到美国 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 对中国也许有些说法不一样 但态度是新一致的 对